鱼以后你们炒的要的爆炒鱿鱼 今天带来了 刀工火候一次给你们整明白 新鲜的鱿鱼把表面的鱼去掉 它的意义把我们海外人是不会去除的 但是今天这道菜会影响它的卖相 去鱼以后从中间破开 然后再直刀切入 再打横刀45度镰刀不断 这样切出来的鱿鱼花 它就会形成松树般的形状 切好以后再从中间破拍把它改刀 因为两头的厚度不一样 中间的这个我们把它一开二以后再改刀 鱿鱼的须直接把它破开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做的是西芹爆炒鱿鱼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配菜 也可以用西兰花、椰菜花或者甜椒等等 削皮剥湿以后把它切成粗条 再把它改成长条 准备一些姜葱作为小料 再切一些配色的红椒 现在我们来调一个爆炒汁 SO酱一点点蚝油、酱油、盐、料酒、胡椒粉、淀粉 没有SO酱的话也可以把它换成豆瓣酱 锅里面烧水 水开以后下午一些料酒 下午鱿鱼进行一个挫水样的定型 也可以去除鱿鱼部分的腥味 挫水的时间不要太久 它卷起来就可以了 出锅以后我们放一边备用先来炒西芹 西芹里面下入一些盐糖作为底味 把锅烧热以后下入一些花生油 下入西芹以后满火快炒 把西芹炒至断生 准备断生的西芹 它会形成一个翠绿色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入小料进行一个煸炒 炒到小料有香味以后 再下我们的鱿鱼 同时段也可以下我们的爆炒汁 全部料下锅以后一定要猛火快炒 尽量的让这道菜缩短炒汁的时间 否则西芹和鱿鱼都会出水 导致鱿鱼吃起来会像橡皮筋那么硬 出锅前再给上一些尾油 一道色香味俱全 非常有食欲的爆炒鱿鱿鱼就制作完成 非常的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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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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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